嗨 大家好 我们是思维 上班来了 王毅的思维歌迷们 你们好 我有女朋友吗 怎么都是女的 天哪 现在城里面都是女孩了是吗 我还想起来了 你起头了吗 没有 昨天前天起脏了 刚才子健 涛涛在电梯里说 你今天应该找一发型车给我倒手 我这头会不太帅 你换了吗 我这头不太快 我还好 你 lifestyle 哇 妈妈的独季 你吃了 让我嘎嘎哭 嘎嘎不受机呀 让我要回去 嘎嘎不受 嘎哭带我骑摩托 嘎嘎可奈我奈不和 咋停了 其实最开始有这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多叫年轻的乐队 我就觉得次费有点老泡 就是都属于暮年乐队 就什么面孔我都没想到会来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当时倾向于这是一个摇滚乐的夏天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特年轻特有冲劲那些人 就应该是90后的乐队 一个中年乐生 国内的吗 中年乐 活的吗 没有 我挺好 快 还欠我 谁欠的快死吧 彭磊啊 乐队演出的费用就变对了 搬了十倍了 是真的吗 录像 真的 那以前那有多少 好那我们先 对不起我没看我没看 对不对 我真没看 是那什么 什么 我只知道是那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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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就挺喜欢那个李子玄的 就是我喜欢她跳舞 我喜欢那种有点有两下子的无论男女孩 她那个女孩她跳舞确实挺有天主 就是她跳舞的时候像一个假小子 特别酷 完她一说法就实在是没有那么酷了 就变得太嗲了 你们觉得那个男孩颜值谁最高啊 我呀 女的最高就是十路 我还是自己再说一遍吧 就我觉得颜值最高的男孩应该是杨策吧 你敢你敢学一下第一期杨策 你学的那个样吗 对那我就打冒险一下啊 第一期杨策 杨策是这样的 特别 要弹琴的时候是 再敲一个 这有点难吧 这还行 啊 好不好 哇 你们找了网易最 杨策能力最好的人 有想过就是可以有自己的音乐员口号 就是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的 看似在闪都没事啊 我们这都是 我打吧 指哪打哪 我还是我打吧 来了 拍好了啊 我不玩了 那参加完约下之后感觉自己火了吗 对 这你要说变化我最应该说的 就是说 就是孙哥俩这么弱 出门还老被人认识了 这还是挺好奇怪 黑色的路是夜晚 是漫长的路的坑 跳下一条海岸 我先唱一首 我不会这个和弦 天时间被吸蓝之中 也轮过不停 纷飞的蓝情男女 情绸 爱恨别离 一旦人终将往吹 但总有人这年轻 你要说火车那歌就那么被传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破圈了 当然那个破圈也不是我们觉得哪个歌破圈了 它也是被动的 就是通知我们这歌破圈了 我没想到就是说 像我们那么苦的歌 因为人跟人之间肯定需要这个艺术作品去把灵魂连接起来 这个世界才会让你觉得更美好更湿润一些 但是这个节目之前啊 我就觉得没有这么一种音乐 就是大环境下少 就是那种让全国人民一起都感动一下 把那种歌没有 但我也不觉得应该是刺激这么苦的歌 其实老百姓的心里 好像还都一直 你感觉是他们在一直找一种歌 完全容易终于看见 所以他的那个激动 就挺真诚的 就是文化和音乐该有的样子 这个文化只要一上升到这个程度 大家不会忘了 主要一个人他可能需要保持一个曝光度 我觉得对不对 不用这样 只要再出的新作品 保证质量这就够了 通过这个节目这我们 他们也不会忘了这个人 乐队这一块是越来越好的 不用去韩国所有数 出路远远不止连习生一条 拿起乐器 立立成功了